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潘 我们今天再来讲一则孔雀鱼用的加热器 就是保温器具的指南 为了维持孔雀鱼所喜欢的水温 需要设置保温器具 那保温器具就包括了将水加热的加热器 以及控制加热器运作的恒温器 那加热器的种类 对于喜好25度C的孔雀鱼以及水草而言 保温器具是渡过寒冬的必需品 水族箱所用的保温器具 基本上包括了将水加热的加热器 以及调节加热器的恒温器 将两者合一的自动调温器 最近也相当的普及 加热器分为食音管式以及陶瓷管式两种 那所谓的食音管加热器 是将电热线装入耐热玻璃管中 在其中塞满了食音沙 然后蜂蜜之后 以避免电热线直接接触到玻璃管 因为它如果接触太热的话会爆掉 所以是用这种方式 而陶瓷管的加热器呢 这是在耐高温的陶瓷管封入涅各电热线 比使用玻璃管的加热器呢 还要兼顾许多 陶瓷式的加热器 它是属于比较功率比较高的 加热棒在用的 那像那些食音的就是比较功率比较小的 在用的 依我所见的 在市面上所看到的加热器种类 恒温器的种类 恒温器呢 是一种水温若降至设定值以下 它就会打开电流 它有一个设定的数据 它如果设定到 比如说你水温已经降低到28度以下了 那它就会开启加热管 它就会开始通电 所以它就会开始对我们的水族箱里面的水温加热 若升至设定值以上呢 便关闭电流的温度调节器 可以分为双金属式以及电子式两种 双金属式呢 就是利用两片不同的金属片 随着水温的变化而膨胀 收缩的特性 来决定呢 是否通电 虽然呢 是价格比较便宜 但是缺点呢 就是很难做出较精准的水温调节 也无法控制大型的加热器 和前者比起来啊 电子式是以感应器来侦测水温后 再来进行调整加热器 其不但可以呢 控制大型的加热器啊 只要波动转盘 就可以轻松的设定水温 故以轻巧方便性来说呢 还是电子式的比较佳 另外一点就是 它的价格就是比较贵 把温器具的使用方法 无论是食音管还是加热器啊 或是陶瓷管加热器 都是安装在水族箱的水底附近 为了避免加热器内部的加热动作异常啊 所以在安装加热器的时候啊 请勿将它埋在沙子里面 它可能加热的效率就会比较差一点 若是另行添购加热器的外壳的话 就可以将加热器安装在水族箱的内侧 它就是你买加热器的时候 它会附一个就是保护罩 它避免就是那个沙子就是把它掩盖住 然后第二点呢 就是它可以防止你的鱼烫伤 因为它都是装在水族箱的底部嘛 所以说你如果关灯在休息的时候 因为鱼也会休息 休息的时候就是会靠近水族箱底部 那有时候呢 它如果不小心就是 有依靠到那个加热管的话 它可能就是启动的时候 可能鱼也不知道 就是一直加热的状态 它就是会烫到身体上的粘膜 所以这一点呢 是必须要注意的 加热管的那个外壳 就塑胶那个外壳 尽量就是不要把它拆掉 为了增加美观呢 最好还是把加热器安置在水族箱中 不引人注意的角落 你只是养观赏的话 其实里面应该会有人都会养水槽 或者是放一些石头装饰嘛 那如果你需要用到加热器的话 你就可以把它藏在那个石头的 就是造点石头的后面 或者是藏在一些水草的后面 就是会可以隐藏起来 就比较不会 感觉上好像一管在那边 就是很丑 就是水族箱布置的时候 就是可以另外再做调整的 好 接着呢 就是来讲加热器的标准的瓦数 即使是相同的加热器 其保温的能力也会依瓦数而定 如果说呢你的水族箱是45公分的 水族箱就应该选择100瓦 如果你是60公分的水族箱呢 就选择100到150瓦 而75公分到90公分的水族箱 就选择200瓦到300瓦 这里呢 我是建议啦 就是你不要水族箱很大的话 你就买那个小小瓦数的话 那可能没有办法负荷这么大的水量 所以就比较容易比较容易坏掉 那有一种保险的方式就是 你可以买对应的瓦数 我在60公分的水族箱里面啊 我买选择100瓦的 那我就买两只 这样子有一个好处就是说 如果你一只坏掉的话 至少还有一只可以撑 因为在养观赏鱼的时候 最怕就是温度不稳定 所以如果说你一只挂掉之后 至少另外一只还可以维持 你就可以在当下就可以 大概发现啊 就是如果你平常时候 你在换水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它到底还要不要再加热 这样子 为了预防加热器的故障啊 在冬天里面啊 最好是使用两只一半瓦数的 加热器是比较安心的 好 假如呢 预定使用的是两百瓦的加热器 那么请准备两只一百瓦的加热器 比较安全 好 这样一来呢 其实突然发生故障啊 也可以防止水温的急剧下降 好 这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孔雀于加热器的选购指南 跟使用的方式 好 那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呢 记得帮我按赞 那这一则影片里面所讲的内容 就是可以适用在孔雀也可以适用在其他的鱼汁 当然就是依你的养殖的规模 跟你水族箱的大小来定定 所以它没有一定的法则也没有一定的准则 所以你一定要照着规定来做 还有选择的加热器安全系数也是很重要的 因为小潘也有遇过就是加热器烧掉的经验 好 所以这点也是要很 就是不要买来路不明的加热器啦 就是尽量买水族馆里面所贩售的那些台湾制造合格的 不要随便买一些其他地区或其他国家的 就是就是瓦数不正常的就是不要选购 或者是那个电压跟台湾不一样的 就是不要选购 好